Uh... 叙子猿 萱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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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子猿 萱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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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梅 嗯 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我本以为波尔卡卡卡木把俱乐部会员抹消得差不多了 没抱多少希望 瞧瞧是谁来了 你回来了 当然 这可是三位天才的巨手 近期正值特殊时期 各科室都在为迎接天才俱乐部的大人物到来做准备 软眉女士为人低调 一堆人迎接可能不太适应 我就让科员顺从她的性子 一切从简 我前几日带她参观俱乐部成员的画像 让科员们为她也做一副 但她拒绝了 真搞不懂 算了 她开心就好 我听说软眉小姐爱吃糕点 就让科员们准备了湛蓝星的传统点心 她似乎每一种都很喜欢 能啊 你自己去找她 她一来就往我借走了相位灵火做研究 然后就找不着人了 软眉小姐是位不折不扣的学者 听闻她此前在沙漠行星小气 离开时已创造了当地的物种繁荣大奇迹 她只是随便找了个荒芜人烟的地方 试验她的生命螺旋体系吧 软眉很有才华 可惜 她几乎不与人往来 活得像个隐居者 行了 能成为黑塔学术伙伴的人 还用多说什么呢 听够了就出发吧 看你能不能找到她咯 不清楚 但软眉小姐似乎对生活琐事不太关心 日常只出入主控仓段和月台 或许你可以去附近找找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造了当地的物种繁荣大奇迹 行了 能成为黑塔学术伙伴的人 还用多说什么呢 听够了就出发吧 看你能不能找到它了 越台边有个人 莫非他就是 我觉得这个方向是有可能成为的 回头我查一下数据 您好 希望没有吓到你 这是我的工作习惯 通过触碰打开知觉 让关于生命的细节 涌入脑海 这能帮助我了解 你的生物结构 这是解构与在速的基础 别紧张 你很健康 是个完美的实验样本 我喜欢完美的实验样本 真的吗 我正在欣赏风景 看得有些失神了 我不常出入空间站 今天才发现这里 视野开阔 令人安神 适合配上一点荷叶 梅花 糯米 还有糖霜的清香 来这里 看 湛蓝的行星就在我们脚下 它如此充满活力 这甜点也很好吃 分你一半 甜美的糕点总让人想起花绽开的模样 一口一口吃下去 香气就会留在唇齿之间 希望你也喜欢 好吃吗 下次可以多喂你自一点 去探望四地方老爱德的时候 我总会带些草莓糕 不然它不会露面 嗯 极好的糕点 时刻方唐 一朵风干的盐渍梅花 烘焙与烹饪 和培育宇宙同理 火候要掌握好 心思要缜密 遇到任何状况 都不能慌乱 可惜 空间站的人还是多了些 草杂的声音和点心不够般配 那么 你还记得我的研究吗 不记得了 我只喜欢研究马桶的小故事 啊 怎么回事 我这是 在说什么 这样啊 很可爱的爱好呢 但要记得 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 再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前 要先把表情藏起来 否则 就会满身破绽 我们再来一遍吧 现在 你还想问什么 点心很好吃 我还想再吃一点 为什么 说不出我想说的话 是个贪吃的孩子呢 可以 我会把配风告诉你 跟我走走吧 吃完可口的点心后 散布是最合适的消遣 人流散去后 这里就会变得十分宁静呢 就像我曾经去过的无人之地 你能想象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吗 在那里 一眼可以望见地平线尽头的恒星 巨大的蓝绿色恒星 沿着星轨运行 万丈光芒下 只有白茫茫的天地 我和母亲在平静的冰川上航行 在世界中寻找生命的痕迹 邂逅各种奇异的现象 就像在拼图堆沉的小山中 寻找唯一正确的那一片 过程千奇百怪 无比艰辛 却又令人感动 令人着迷 此后每次遇见同样的 抱歉 好像说了很难懂的话 别紧张 我并无敌意 我没有对你的语言中枢下手 那样太失礼了 我只是加了一点小调剂 此前几日 我向黑塔暗示对你有兴趣 因为我想让你成为助手 你是合适的人选 在模拟宇宙为数不多的接触中 我如此确信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我很难信任自己之外的人 缜密研究中 有任何一个数据出错 都会产生问题 我讨厌不受控制的问题 所以 这糕点里加了凡土针剂 它对你的身体无害 只是会让你在回答 与我相关的问题时 无法说出真实的想法 把它当作一层保护吧 保护我的研究 也保护你的人身安全 等解决了那些麻烦 我就会给你解药 作为当助手的回报 我可以给你奖励 任何你想要的 我都可以满足 你很在意吗 我想我们有机会敞开心扉 只是需要时间 抵达空间站时 我向黑塔借来 斯斯卡尔的造物 相位灵活 希望能从其他会员的研究成果中 得到一些启发 我的确有了点灵感 便尝试在空间站 进行生命培育 在我的想象中 这会是一种 生来就是天才的全新生命 我打算以天才 俱乐波迪巴西 拉姆为他们命名 但不知是哪里出了差错 他们拥有了自己的意识 却和天才全然无关 而且 我的放养教育 似乎起了反效果 前些天 在一次泄露中 几只崭新培育的小生命 逃了出来 流产在空间站中 我不希望让黑塔 和艾斯达介入这件事 所以 我希望你来帮我 回收这些小生命 我很信任你 这件事与他们无关 而且参与的人多了 就会有麻烦 空间站的科员们 应该还只当他们是外来访客 我不想现身惊动更多人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拜托你了 回收的小生命只需找一个地点收容即可 这种科科员应该对此比较熟悉 会给你合适的推荐 人流散去后 这里就会变得十分宁静呢 就像我曾经去过的 无人之地 是的 我与母亲二人在那里度过了十一个漫长的极夜 熟悉的风 令人怀念 我迎来到黑榻 什么 空间站收容危险实验品的地方 正常人打听这个做什么 等等 是不是有人派你来套我话 我可没在空间站搞什么小生意啊 我一点也不知道什么特殊的残物地点 更没倒卖过什么破铜烂铁啊 奇珍异宝啊 废弃奇物啊之类的 我没在掩盖什么 倒是你鬼鬼祟祟的 到底想干吗 不说为什么 我是不会回答的 是这是 这你都知道 消息蛮灵通的嘛 这会儿空间站一团乱 有大人物要来 大家原本就够忙的 又不知道哪儿冒出来一堆小怪物 你要解决这事 就去收容仓段看看吧 去了就明白了 我将贯彻七日 我将贯彻七日 看来就是这儿了 知识流星是最棒的 她的情绪感染力如此之强 她的正能量感染了我们所有人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来着 第一 停止抱怨 调整心态 用美味的知识流星 止住负能量的传递 第二 自我负能 提高行动力 走在知识流星的极致信念上 我们的教旨在于 知识流星 为最佳 你不知道吧 知识流星 是软眉女士的头号追随者 她用这种方式进行宣教 线上爱心的人都表达了 对软眉女士的尊敬与爱戴 罗斯顾姆先生的追随者 都比较理性 但他们也在翘首以盼 机械贵族的到来 哼 看你有兴趣 我就告诉你 浸荐知识流星大人的方法吧 你得自己努力 把爱心 贴满软眉女士 曾路过的地方 只要你足够诚心 知识流星大人 就会现身 看我搞到了什么 据说这是他们通过流言还原出来的 低配版软眉生病培育配方 上面这么写着 石克拉的灵性 一吨的练习 三十威力的心阵 一点点余青土女士的毒酒 曾制造出不停说话的椅子 没什么本事 但嘴很毒 已经拆成木头烧火了 咱们试试呗 首先要选择原料 还得再加点好东西 别洒多了 现在把它们混在一起 等等 配方上说 软眉在培育生命时 会有不同的表现 你自己看你培育出了什么吧 天才俱乐部第八十一席软眉 想当当的大人物 生命培育领域的大师 很多科员都对她慕名已久 可她一来空间站 就纠战血巢 黑榻女士也完全不管 银河囚棒侠来也 连这个也说不出来 软眉在做研究时 喜欢用空间站的收音机 听一些东西 噓 有些小科员是她的狂热粉丝 会对着她的收音机不停调台 搜刮她平常的爱好 你知道软眉女士喜欢听什么吗 不知道 我都用收音机听相声 果然说不出任何和她有关的话了 不愧是你 看上去就像会说相声的 听说软眉女士对糕点的口味十分挑剔 你了解软眉究竟喜欢什么吗 不知道她 但我喜欢吃西瓜口味的 果然说不出任何和她有关的话了 爱吃西瓜是吧 爱吃瓜是吧 一边去 我会吃西瓜 爱吃西瓜 你还可以吃西瓜 不愧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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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西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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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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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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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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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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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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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